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呀 发生在河北省巴州市唐二里镇 这唐二里啊 在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一个案子里边也提到过 离我的家乡特别的近 那么这唐二里镇 有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叫喜子 平时呢 也没什么事干 那就整天不慌不忙的啊 悠悠闲闲的到处闲逛 可是2014年7月22号这一天 喜子呀一反常态 这要哥平时啊 喜子走起路来都有点懒懒散散的 但这一天玩了命的跑 希望赶紧离开那个让他害怕的地方 怎么了呢 7月22号这天上午10点左右 这喜子呀 在这唐二里镇一个废弃的小屋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喜子害怕归害怕 他也知道遇上这大事那得报警啊 巴州市公安局呢 立刻派人赶到了现场 这唐二里镇那边啊 有一个车管所 这车管所北边呢 有那么一小树林 小树林里头有这么一个废弃的小屋子 当民警进到这小屋之后啊 触目惊心哪 警察也感觉哎呀 太惨了 这具女尸呢 是裸露的 双腿呀 是岔开的 下身呢 没穿衣服 其他的衣服啊 鞋呀 内衣呀 都散落在这个尸体旁边 头呢 看不见 这头啊 是让一个绿色的布袋子给罩上了 身上还压着两三根水泥柱子 民警呢 打开了死者头上的布袋子之后 就能够看出来 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 年纪轻轻的女孩 头上啊 有伤 身边呢 还有一块砖头 砖头上有血 所以这女孩 应该是被砖头击打 头部而死 而死者这种赤裸裸的状态 则表明 她在死前 曾经有过被性侵的迹象 警方也观察了周围的环境 这个小屋子 位置很偏僻 周围啊 除了树林就是坟地 平时很少有人过来 而根据现场痕迹 警方认定 这间小屋 就是杀人的第一现场 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 这么一个废弃的屋子 这女孩来干什么来了呀 又为什么会死在这里边呢 整个上午 勘察工作都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在这个看似密闭的场所 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 散落的到处都是 不过为什么说这个地方 看似密闭 其实它是一个开放状态 谁想进来 谁能进呢 那么这些杂物 哪些是路人丢这的 哪些又是案件的线索 除了这些杂物之外 现场呢 有大量的烟头 并且呀 还有一些物品 一看就是死者的 包括耳机 笔记本 还有推销一款松花粉产品的资料 同时在那砖上还放着一张银行卡 还有手表 不仅如此 还有那种用来烤肉的签子 还有矿泉水瓶 死去的这个女孩啊 就可怜的躺在那个 别别扭扭的灶台上 身上的衣服扔的到处都是 双手也紧紧的被反绑在身后 这个姿势不难看出来 自始至终 这个女孩子都处于无力反抗的这么一个局面 死者双手反绑在身后 是用车辆发动机的那种胶皮带啊 打了一个扣 这个扣呢 打得还很专业 如果这俩手 你要是使劲的往两侧正啊 往两侧拉 会越拉越紧 所以这个嫌疑人 应该对季节扣这类工作 是比较熟悉的 这嫌疑人用自己的这种专业技能 把女孩捆成了一个没法动弹的状态 在对女孩施暴之后啊 又费尽力气的 把两块特别重的水泥柱子 压在了女孩身上 等于说这种暴力行为 这是一轮接着一轮 多次实施打击 这就是唯恐受害者不死啊 警方就推测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多次打击行为 应该是他的心智年龄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小的 如果是一个非常具有犯罪经验的 一个年龄比较大 比较成熟的 不至于来这么多措施 那就是一击毙命 除此之外 窗台上的烟头啊 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为什么说窗台上的烟头 引起警方注意呢 因为比其他地上的那些烟头都要新 就是明显是刚抽过不久的 再一个呢 死者的衣袖啊 有被烧灼的痕迹 据此来推断 嫌疑人随身肯定带着打火机 那么他就是一个抽烟的人 要不无缘无故的谁带打火机呢 那么窗台上 这个最新鲜的烟头 是不是这作案嫌疑人 作案时候留下的呢 不过咱们说了这么多 一切还只是推断 要想着将现场还原 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依据 来作为支撑 所以啊 一回到警队之后 法医啊 计真人员啊 立刻钻进实验室 对尸体 对现场提取的所有物证 来进行技术检验 不过呀 这小屋子里边满地的杂物 给警方设置了太多的屏障了 你不知道哪些有用 哪些没用 怎么样才能从这些凌乱的物证之中 找出来头绪呢 甭管多难 你也得接着干下去啊 同时民警也知道 当务之急是什么呀 找到师员 确认死者的身份 各位别忘了 这些物证里面 可有死者的一个笔记本 这笔记本上啊 记录着一个人的人名 这名字 警方这么一看 突然浑身一个激流 哎呦 这名字知道啊 怎么回事呢 19号上午啊 有来登记失踪的 来报案的人呢 就说姐姐找不着了 那么他姐姐的名字 正好跟这个笔记本上的名字相吻合 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确认死者叫婷婷 24岁 家住天津市武清区啊 经经济一代的朋友啊 应该都知道 这武清和霸州呢 那就是直尺直摇 这婷婷呢 在一家保健品直营店担任销售 据店里的领导马女士说 说这婷婷啊 是个好孩子 特别上进 一门心思都在销售上工作很认真 案发之前呢 婷婷告诉马女士 说自己通过微信呢 刚认识了一个朋友 经过游说之后吧 这对方呢 就打算加入到他们的直销队伍里 但是要求必须面谈 所以当天下午 婷婷要专门赶到霸州唐二里 去见这个人去 马女士说呢 她也不太放心 所以婷婷出发之后 这马女士啊 还一直用微信 跟婷婷保持联系 根据他们两个人微信的时间 警方从监控录像里 就找到了婷婷的身影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 刚下车的婷婷 在周围啊 稍微徘徊了一下 然后就往西走过去了 可是看了半天 也没什么人或者车 来接婷婷 就这么着 婷婷差不多往西啊 走了五六十米 随后又折返回来 这就说明 一定是有人打电话啊 微信啊 或者短信啊 在引导她 或者就是有人跟她一起 突然告诉她 哎走错路了 往这边走 但是没看见有人跟她同行 那么这就应该是用微信和婷婷进行联系 对她来进行引导 反正最后婷婷就消失在了监控录像里 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吧 始终不太放心的马女士 又给婷婷发了一个微信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听到婷婷的声音 这婷婷就说 她骗了我了 不是唐二礼 是霸州 马女士明显听出语音里边 婷婷声音很急促 立刻拨打婷婷电话 可是从那以后 婷婷的电话就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直到喜子 在那废弃的小屋里发现了婷婷的尸体 咱们再来说这个小屋 这小房子距离公路很远 差不多得有一公里左右 从公路上 如果走到这个小屋这边来 两侧都是树林玉米地和坟地 所以那都不是一般的偏僻 那是非常的偏僻了 哪怕是一个成年的男的 如果说途经这个土路 心里边他也得胆颤 毕竟那么多坟地呢呀 那么受害人 怎么能走到这个环境里来呢 办案民警就考虑 是不是嫌疑人把他胁迫过来 或者是强行的就把他给掳到这来了 然后对他实施侵害呢 受害人和嫌疑人 刚刚通过微信认识 如果说嫌疑人 带着他往这种偏僻的地方走 作为女孩正常情况之下 肯定不会跟着他的 可是想想 婷婷最后说的那句话 她骗我 不是唐二里 是霸州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嫌疑人是不是要把婷婷 从唐二里带到霸州 这样的话 嫌疑人很可能有车呀 那婷婷就应该是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被拉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屋 可是既然有车 这嫌疑人为什么还要选择 在这个四处都是垃圾 布满灰尘 乱七八糟 什么都有的地方作案呢 嫌疑人在这种地方和受害人发生性关系 而不是去旅馆 也不是在车上啊 也不去更干净一些的场所 为什么呢 啊 当时这个情况这么一看 警方都觉得这是很反常的 这就说明嫌疑人的经济还是比较拮据的 就连开房去都舍不得出 警方就倾向于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单身的 有性饥渴的年轻的男子 并且怀疑这个人心理上有着一种不成熟 甚至可能在家里边被虐待 有这方面的倾向 不管是哪种情况吧 受害人下车之后找路的这段时间 嫌疑人肯定就在他的附近呢 于是警方啊 一边安排警力 针对监控录像进行全面的查看 一边围绕现场周边 展开全面的走访 希望能够找到重点目标啊 重点目标是什么 单身男性 那能不能顺利的找出凶手呢 婷婷又是怎样 被诱拐到了那个小屋子里边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啊开始重点排查 重点目标就是单身 年轻 男性 为了寻找奸杀婷婷的凶手 八州警方 一方面呢 对案发前的监控录像 进行反复查看 一方面呢 围绕现场周边的单身男性展开调查 根据尸检报告 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 大约是在一周之前 选择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屋 那么凶手一定对周边的环境很熟悉 然后以微信好友的身份 把他诱骗出来 来进行强奸杀害 警方呢 就对死者挺挺 微信里的好友 进行一一排查 不仅如此 根据技术部门 对现场物证的检验结果 警方把所有接受调查的男性 都挨个进行了DNA比对 但是还是没有突破 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屋 谁会注意他呢 就在这时候 有人突然来找警方反映情况 这个人呢 不是别人 正是本案的报案人 喜子 喜子告诉民警说 几天前呢 我路过小屋躲雨 我看见几个十五六的小男孩 在这小屋里边烧烤 见我进来呀 他们还很热情的跟我聊天 还给我发烟抽呢 这几个男孩啊 都骑着山地自行车 好像是附近哪个学校逃学的学生 反正聊天的过程之中吧 这几个小孩说的全是打打杀杀的事啊 他不是正经学生应该聊的学习的事 所以我就感觉这事是不是跟这几个人有关呢 的确在现场勘察里咱们也提到了 警方提取了烤箱 还有那烤签子等物品 而从凶手的作案手法来看 警方也推断 应该凶手很年轻啊 那么学生是符合这个年龄段的 从尸体的状态来看 尸体头部被钝器打击多次 同时呢 又有用死者的裤子勒住死者脖子的这么一个勒痕 然后身上又覆盖了两个水泥柱子 这就证明这几个人心智不太成熟 那么该去哪找这几个年轻男孩呢 警方啊 这时候就认真的看着口若悬河的报案人喜子 之前呢 警方已经跟他交谈过很多回了 这喜子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这件事 而之前没说呢 喜子呀 年纪也不大 同时喜子也是单身 各位 单身 年轻 男性 喜子自己 可就都符合呀 所以警方同样也对报案人喜子进行了DNA的提取 经过随后检验 警方意外发现 喜子的DNA和现场窗台上 咱们说的留下的那枚最新鲜的烟头上的DNA完全相符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枚烟头是现场所有物证之中最新鲜的 也最有可能和受害人有关 而他却恰恰是报案人留下的 这情况变得可就有点复杂了呀 警方决定对喜子进行调查 结果没想到发现了更多的奇怪的现象 案发之后喜子把微信记录全给删了 手机呢还给了别人了 曾经警方问过他 你为什么会走这条路 好好大路不走 你走这偏僻小路干什么呀 喜子就说呢 我在周围上班 我走这儿 我清静 办案民警就让喜子带着找到上班地点 但是警方这么一调查 这个单位啊 人根本就没喜子这么个人 那这喜子为什么要骗民警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第一时间报案 随后又给警方反映新线索 但说的话 哎又是有真有假 明显有隐藏 最关键的是 那个烟头是他留下的 警方呢 就开始对喜子是越来越怀疑 喜子提供的这些情况是不是真的 这一切呀 得等警方找到那几个在那烧烤的男孩 才能知道 不知不觉的 案发已经一个月了 警方是见了一波又一波的男孩 对所有的调查对象都进行了测谎试验 还有DNA比对 但是还是没线索 而在刑警队里呢 负责查看监控录像的民警 还在夜以继日的忙活着 案发现场周围 全是树林和坟地 所以警方怀疑 婷婷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被犯罪嫌疑人直接开车拉过去的 但是查遍了婷婷周围出现的 所有车辆案发前后的轨迹之后 警方又一一排除了这些车辆的作案嫌疑 如果不是车辆拉过去的 那就婷婷自己走过去的 通过监控啊 警方发现在车站那个地方啊 在婷婷下车的时间段前后 有六个人 有一个妇女同志啊 有骑电瓶车的 还有骑着电三轮来送站的 民警就细心的观察 剩下这几个人呢 反正就用排除法呗 一个一个的追呗 突然这个时候 有一个穿着短裤 穿着T恤衫 从北向南横穿马路的男的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出现在车站的时间 比婷婷的早了十分钟 你要是为坐车的 那一般不会左顾右盼车来了 赶紧上车就走啊 但是看他左顾右盼这个样 并不像是赶路的 婷婷呢 下长途汽车是两点四十分左右 就在这时候啊 就看到这个男的就往车站那 就走过去了 就分析他是不是去接站了 同时啊 在这个男的行走的时候 发现这个男的拿电话的姿态很明显 就是在用微信发语音呢 微信发语音是什么姿势 大伙应该都知道 能想象出来是吧 而且这个动作持续了六秒钟 也就是说语音应该是四秒五秒六秒左右 而与这个相对应的时间段 婷婷也在发微信 此时此刻 这个男的可就成了警方的焦点了 为什么他和婷婷之间有微信联系 警方却查不着他的信息呢 这个监控画面质量啊 特别的不清晰 在这种情况之下 该去哪找这个人呢 就在警方继续在分析 下一步行动方案的时候 有侦察员带回来消息了 说那几个在小屋里烧烤的年轻男孩啊 找着了 面对警方的询问 那几个男孩看上去啊 一脸的茫然啊 就很懵 男孩们就说 是我们在那小屋子里边烧烤了 也见过你们说的那那什么喜子啊 什么呀啊 反正见过他 还一块抽烟聊天呢 但是你们说的什么什么案子 都不知道啊 这几个男孩和喜子 到底谁说的真话 谁说的假话 由于尸体高度腐败 凶手留下来的DNA还没测试出来 所以警方不能彻底排除 这几个年轻男孩 以及喜子的作案嫌疑 毕竟他们是最后接近小屋的人 不过既然这样 录像里的那个年轻的男的是谁呢 跟眼前这几个人有关系吗 侦察员呢 决定让这几个人呢 看看录像里的这男的 其中一个年轻男孩一眼就认出来了 哦 这人我知道姓李 救助唐二李 这个消息让大家振奋起来 很快民警们在外地的一家包装厂 找到了22岁的李某 这李某呢平时就是为物品打包 这是他每天要做的工作 各位您还记得咱上期节目说过吗 死者婷婷背后那个扣 寄得很专业 这李某平时就是负责打包的 寄扣就是他的专业呀 可接下来的审讯工作 警方遇到了很大困难 嫌疑人坚决否认这起案子跟他有关 不仅如此 他还自己给自己找各种证据进行辩解 就在这时候啊 遭遇困难的DNA检测 结果终于出来了 结果证明这李某正是本案嫌疑人 一天之后 在警方的公事之下 他也知道了DNA出来了 都对上了 再抵赖也不管用了 终于承认了自己 奸杀婷婷的全部犯罪事实 原来婷婷所在的这保健品公司啊 为了扩大销售 这一两年呢 开发了自己的微信业务 为了增加业绩 婷婷就想办法结交各类微信好友 向对方推销产品 李某呢 就是婷婷通过微信摇一摇的方式 加上好友的 加了好友之后啊 李某就看婷婷的投像照片 哎呦 这么年轻啊 这么漂亮啊 可就动了邪念了 以要加入保健品销售团队为借口 又骗婷婷来唐二里跟自己见面 这婷婷呢 也为了业绩啊 也没多想 一个人就去了 下车以后 这李某呢 一直就用微信遥控着婷婷 往废弃的那小屋子方向走 而婷婷呢 也是农村出身的小女孩 庄家地里长大的 走惯了这样偏僻的小路了 毫无防范的 一路朝着这小屋子就走过去了 直到见到李某的那一刻才恍然大悟 可是一切都晚了 李某在对婷婷进行强奸之后 把她残忍的杀害 最终还把两块大水泥柱子 压在了婷婷的身上 这才放心的离开 随后啊 李某又用非法方式 躲避了警方对于她和婷婷之间 微信关系的调查 这位案件的破获 也制造了极大的障碍 尽管李某认为自己做的神不知 鬼不觉 天衣无缝 但是哪有没缝的呀 对吧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你别犯法 犯了法 肯定能逮着你 最终李某啊 也依法被判处死刑